今天要謝謝各位,今天走上街頭,提供送給我討回個部門,謝謝 其實,民眾中的死亡,對家屬在怎樣來講,都是一個無法彌補的悲傷 但是因為今天各位願意走上街頭,來替他深淵 我想對家屬也是一個心理上很大的安慰 所以我在此要先謝謝各位的幫忙 我看那個起訴說我最不高興的地方,並不是說他們造假或說謊 可是我最生氣的是什麼?人都被你們整死了 你們現在還要誤賴他說是因為他不肯非之心態 好像他死了,好像被整死是應該的,這是我最不能接受的地方 其實,拿百姓票的東西很簡單,真相,道歉,感性 但是沒有真相,沒有改進的道歉,甚至保證,甚至我管電了 聽起來就變成是很虛偽 虛偽 虛偽 在整個起訴書裡面最重要的一個東西還是沒有回答 為什麼有這麼多人要聯合起來把它整死 這是我想不通的地方 而且這是跨過整個部隊 這是一個制度文化的問題 所以把責任推給小編我是不足以的 而且 就醫學的觀點 我知道死亡原因是中毒 但是造成中毒的原因,在起訴書怎麼還是看不出來 因為不可能 5.35分他還會講話還好好的 到6.25分,但體積對是40次夫妻 這是不可能的 在醫學上就知道這是不可能的 所以 聽說現在馬英九已經 逃到了這個阿里山 不過我要講的是 即使你逃到阿里山 你還是要把真相交出來 最重要的 國防部必須提出改進方案 對於這次這個案件 所有需要改革的地方 他必須很明確一條一條的列出來 因為 我們希望黃仲秋的這個案子 是最後一個案子 我們不希望 將來還有台灣的年輕人 再遭到同樣的遭遇 最後 我還是要謝謝各位 因為1985 這是台灣歷史上的一個奇蹟 有這麼多人願意走上街頭 表達對社會的關懷 台灣的希望就在這裡 謝謝各位